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以为曼妮跟海王告别后 与前男友江城的相遇将会使两人从修旧号再续前缘 结果曼妮却选择回老家放弃护飘的生活 回老家后的曼妮从穿衣打扮到言谈举止一下接地气了许多 小编以为曼妮就要落叶归根跟小张主任结婚 抱着公务员的铁饭碗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时候 曼妮又打道回府 重战上海 最后以为曼妮要跟魏老板拍起商界女强人的人生篇章的时候 曼妮最后又决定要出国去英国锦修 谈到王曼妮的成长 编剧表示 把情感作为一个可以随缘的选项 一座层再也困不住她了 很多网友评论 王曼妮都30岁了 还想折腾 拿着10万的价装和10万的提成就想出国读书 有细心的网友还帮曼妮算了一笔账 爱丁堡大学的营销专业学费大概每年2万2000英镑 两年的学费大概就是40万人民币 在英国的住宿 住最便宜的合租差不多6000英镑一年 吃饭按最便宜的算也要2000一年 再加上其他七七八八的交通费 家居用品费3600英镑 一年下来生活费至少也要11600英镑 差不多10万人民币 至于王曼妮说的半工半读 英国规定留学生在校期间打工每周不可超过20小时 如果选择校内打工 一般时薪七英镑 也只能付一半的生活费 更别说王曼妮大龄未婚女青年 民营倾向太大 签证不一定过得去等等 小编小说 其实这个结局的具体实施方案 大家就不用这么矫正了 小编身边也确实有家里就给了10万人民币 上完了美国两年措施的 可以申请奖学金 可以送外卖当导游打黑工 当然法力层面非常不赞同 还可以给国内机构当雅思在线老师等 但是王曼妮的这个结局还是很符合人设的 像王曼妮这样 在外漂的30岁单身女性 不甘于困在小城生活 在大城市也找不到一个突破口 拿着一份还算体面的工资 或者精致却紧紧大把的生活 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些女性在坚持什么 回家赶紧找个老公生孩子 拿着固定的死工资安安稳稳生活多好 或者在大城市趁年轻赶紧找个有房的大树好庇余 甚至很多人语言攻击这些女性 称这类女性为精致穷或捞女 直爽惊天不想明天 小编真的很想对这些人说 先把自己活明白成了 每个人的需求追求和机遇都是不一样的 天天瞎指手跨脚别人的生活 跟自己活了几辈子 把每个人的人生都监视了一遍 找到了人生规律一样 其实曼妮已经比很多人活得勇敢和透彻了 知道自己目前赚的钱就算不吃不喝 也不可能在上海靠自己买一期体面的房 还不如用现在赚的钱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让自己和父母过得舒坦一点 同时曼妮知道钱是赚出来的 不是攒出来的 所以拼了命的工作争取做店长 多挣点钱 面对魏总生出来的橄榄枝 王曼妮也不在意魏总如何看待自己 勇敢的争取并接触了橄榄枝 在跟海王交往期间 也并没有因为海王带自己进入上流社会 而忘了自己的工作属性和社会地位 还是兢兢业业的做柜节 同时希望可以多跟海王学经商的知识 对比那些男朋友给自己买了个奢侈品包包 眼角就翘到天上去的女生来说 王曼妮真的是踏踏实实在做人 还有很多人说 曼妮应该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除了仅有的美貌以外 在海王那里一点的筹码都没有 既然想做老母 就不要怪自己遇到的是海王 王曼妮刚开始遇到海王是拒绝的 因为知道门不当户不对 可是架不住海王这不远千里的来钓鱼 这一般的女生谁嫁得住啊 王曼妮一再确定对方是不是有女朋友 有家事 这道德准则还是在线的 社会评价对女性的要求也太苛刻了吧 要求女生是白莲花 不能有一点非分之想 不能掉价的主宗 只能本本分分等着男性来挑选自己 完全拨得了女性感情自由的选择权 最可悲的是这种束缚女性的价值观 还是很多从女网友的嘴里说出来的 大家都是第一次活 人生都是在不同的模式 不同的轨道上进行不同的尝试 女性的黄金年龄其实是按照生育年龄划分的 古代女性的生育年龄一般在15到19岁 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而已 现代女性的平均寿命达到了83岁 选择30岁、35岁、40岁怀孕的女性也越来越多 30岁只是人生的三分之一而已 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曼妮一样 勇于脱离别人给自己设定的人生轨道 而是自己选择想要的奔跑的路线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